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事件不仅加剧了各国对海底基础设施安全的担忧 也反映了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 丹麦海军本星期表示 一直跟踪在波罗的海航行的中国货船 截至星期五22号 海事追踪系统显示 这艘船停留在丹麦城市奥尔胡斯以东 事件起因是17号至18号期间 连接芬兰与德国的C-Line-1资料电缆 和连接瑞典与立陶宛的BCS East-West电缆 接连断裂 C-Line-1电缆全长约1173公里 是芬兰与中欧间唯一的直接资料连接 芬兰网络运营商Synia表示 C-Line-1的所有光纤连接都已断开 且几乎不可能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 出现这种情况 芬兰和瑞典迅速启动了刑事调查 瑞典检察机关于21号宣布 以旧潜在的破坏行为展开初步调查 中国货船一鹏三号 在电缆断裂的关键时刻 被发现处于事发区域 其行为引发怀疑 航运资料显示 这艘船于15号从俄罗斯乌斯基卢加港起航 随后进入电缆损坏的相关海域 在通过该区域时 该船明显减速且航线轨迹异常 丹麦海军迅速对该船采取行动 出动至少三艘军舰追逐一鹏三号数小时 最终在19号于旭兰岛以北海域将其拦截 调查显示 一鹏三号由中国宁波一鹏海运有限公司运营 该公司名下仅有两艘船 这艘货船是在本月刚刚购入 这一时间点被调查人员视为异常 社区媒体报道称 该中国船有一名俄罗斯船长 还有传言指 丹麦海军已经拘捕船上俄罗斯级船长 但均未得到证实 英国卫报报道指 当地一名曾经短暂上船的俄籍领航员 亚历山大斯泰勤采夫称 该船没有可疑 且船上都是中国籍船员 据金融时报报道 德国 瑞典 芬兰和立陶宛 正调查并研究中国船只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四国防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强调 类似的事件应该在俄罗斯 对我们日益增强威胁的背景下进行评估 欧洲目前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混合战争活动 德国国防部长伯里斯·皮斯托里乌斯 18号表示 没有人会相信这些电缆是意外被切断 因此我们必须认为这是一个混合战争行为 在尚未完全了解情况的前提下 我们也必须假定这是蓄意破坏 立陶宛国防部长劳伦纳斯·卡斯·丘纳斯说 调查结束后 欧盟及其成员国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制裁机制 对这类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采取行动 芬兰官员则呼吁各国保持谨慎 避免急于下结论 但不排除是破坏行为 瑞典政府拒绝就这艘中国船只发表评论 不过一名官员表示 警方调查将与海岸警卫队和军方合作 调查该艘船的动向 地缘战略委员会 海权实验室研究员 爱马·索尔兹·伯里博士 对美国之音表示 目前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 根据公开信息 一鹏三号参与电缆破坏的行为似乎很可疑 但调查将提供更多动见 即使最终发现 是这艘船的脱锚造成了损坏 仍然存在意图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这并非首次有中国船只涉及 波罗的海基础设施损坏事件 2023年 连接爱沙尼亚和芬兰的天然气管线 波罗的海连接管受到严重损坏 10个月后 中共表示 在香港注册的船只 新兴北极雄号 在一场风暴中意外损坏了那条管线 芬兰对这种承认表示了怀疑 并说发现损坏的当天 该海域并没有风暴 星期四21号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在被记者问道 丹麦在波罗的海跟踪一鹏三号时 否认了解任何情况 俄罗斯则坚决否认与此事有关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将责任归咎于俄罗斯的说法荒谬至极 尽管调查仍在进行中 但一鹏三号的可疑行为 以及中国在类似事件中的历史记录 使得中国因素 在此次波罗地海海底电缆损坏事件中 备受关注 对此 军事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认为 这个事情现在还很难说 因为调查还在初步阶段 这是一艘中国籍的货轮 然后船长是俄罗斯人 他在航行过程中 拖断了两条电缆 这十有八九是故意的 因为一般行船的时候 你不会去把猫头 放到这个海底这么深的地方 但至于背后的动机和主持者是谁 目前判断还很早 俄罗斯有动机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从 这个事情有可能是个人行为 但如果是中共背后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就有点太低端了 因为这个事情对于中共 没有任何好处 你就是拖断这个电缆 没有任何战略意义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很难去判断背后的动机 川普在社区媒体上宣布 提名美国知名投资家 对冲基金经理贝森特 担任财政部长一职 外界高度关注贝森特 将如何影响川普新政府 包含推行激进的美国新关税政策 综合卫报等外媒报道 华尔街一直在密切注意 川普的财长人选 特别是川普计划透过关税 重塑全球贸易 而对冲基金经理K-Square 资本管理公司创办人 兼执行长贝森特 就是川普竞选团队的经济顾问 报道指出 贝森特的主张包含税收改革 放松管制 刺激更多银行贷款跟能源生产 川普在社群贴文上 大赞贝森特是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投资人 是地缘政治跟经济战略家 路透社报道 身为美国第79任财政部长 贝森特将负责确保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运作 从征税 支付国家账单 管理国债 监管金融市场 处理和预防市场危机 到监督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等等 都是贝森特的工作范围 后续 贝森特将如何领导川普的经济团队 在实施激进关税制度 撼动全球贸易的同时 又能在混乱中保持市场平静 将是一大考验 泽伦斯基今天指出 俄罗斯对蒂涅伯罗市发射新型极因素弹道飞弹后 乌克兰正寻求西方伙伴更新其防空系统 据法新社报道 俄罗斯自称空防系统无法阻挡这种极因素 真果树弹道飞弹 且世界上没有任何类似飞弹 专家称 真果树飞弹能配备核弹头 并飞行数千公里 就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极因素 真果树弹道飞弹的一天后 普京表示 将会试射更多的这型飞弹 普京在电视转播 他与军事首长的会面时说 他们将会试情况 以及俄罗斯所面临的安全威迫性质 来持续进行这些测试 包括在战斗条件下进行 他并补充说 俄罗斯也将开始大量生产这种实验性武器 泽伦斯基在社群媒体上表示 乌克兰国防部长已经与我们的伙伴 就新的防空系统开会研议 正是这种可以保护生命 免受新风险的防空系统 川普明年1月即将就任总统 在此之前 俄乌都急于确保战场优势 美国的网络司令部执行主任 亚当斯基22号表示 中国骇客正在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资讯科技网络中布局 以应对美中之间的可能冲突 路透社报道 亚当斯基在维吉尼亚州阿林顿 举行的网络战安全会议表示 与中国有关的骇客行动 目的是一旦两国发生重大冲突时取得优势 美国官员已警告 与中国相关的骇客已经危及IT网络 并已采取措施 准备在发生冲突时进行破坏性攻击 美国官员年初时曾表示 这些骇客活动包括 骇进关键网络以进行潜在破坏 例如操纵伺服器机房的供暖 通风与空调系统 或是破坏至关重要的能源与用水控制 美国参议员华纳21号告诉华盛顿邮报 一起疑似与中国有关 针对美国电信公司的骇客攻击 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电信骇客攻击案 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表示 这项被称为严台风的骇客间谍行动 包括窃取通话记录 在11月5日大选前 泄露美国的主要总统候选人阵营高层官员通讯 以及和美国执法要求有关的通讯资料 FBI表示 他们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正在对潜在目标提供技术援助与情资 亚当斯基22号指出 美国政府已在全球执行同步活动 包括进攻与防御性质在内 重点放在削弱和破坏中国在全球范围的网络行动 他表示 公开的例子包括揭发行动 制裁 起诉 执法行动和网络安全建议 以及来自多国的意见 北京例行性的否认 有针对美国实体的网络行动 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并未立即回复制评要求 近年来 针对中共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的指控 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近日 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简称追查国际资讯显示 2024年11月12号 周二上午八时许 追查国际协助受害人 对原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王克明 因涉嫌参与强摘器官群体灭绝犯罪 在美国洛杉矶的联邦地方法院被起诉 洛杉矶的联邦地方法院 以违反联邦法的人权犯罪受理立案 发布了对被告王克明的传票 并送达被告本人 与此同时 追查国际向美国移民与边境执法局报案 报告说 因天津市是参与强摘器官的最严重的地区 作为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王克明为涉案责任人 是重点追查对象 王克明也在之前追查国际 提交给美国FBI和各国调查机构的名单之中 之前追查国际全球监视系统查获 王克明于近期持探亲签证入境美国洛杉矶 于是对其进行定位 查明了他在美的临时驻地和活动的情况 追查国际向美国移民与边境执法局报案 协助原告 完成了美国洛杉矶的联邦地方法院起诉的法律程式 追查国际还指出 在赴美签证过程中 王克明可能隐瞒了参与强摘器官的经理 或者隐瞒了中共党员的身份 构成了签证欺诈或者移民欺诈 一旦被法院判定罪成 王克明可能面临财产冻结 身份吊销 签证取消等法律后果 近年来 多项国际研究和报道都以强有力的证据 证实了中共这种残酷行径 美国国会也通过决议案 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2014年6月25号 美国众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 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 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 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 参与和协助强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 这期的新闻速递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关于今天的新闻话题 我们期待能收到您的观点 不要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和转发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